既然理會找你這是土地公白的聖誕 客人他們就和土地公是八公子 就像是跟在中部一樣 在清掃保避我們的家鄉 為了要提供客家的傳統和雷修文化 當時市政府的客家是無違反規 今年由恥修跟六合警的大部 福德時來做合作 基本八公子生的競電 當時因為最近一直都沒有落後 也來祈求八公子可以保避趕快落後 來解決省治的情形 今年南市政府宣定大部福德時 在祖國版八公生的競電 副市長的造親會先代表市長向國界貴賓 依照客家雷修很受記憶 因為南部已經555天沒落後 也許求天降降臨 現在的降雨率感不高 所以各個水庫都有點吃緊 我們也希望在佛宮的保佑之下 可以風調雨順 在這次的八公子傳統在秀當中 由副家乎乎自己所採的盤火 以及請求製造的安排 非中也會分散給鄉親 代表歡迎感謝 另外行政所奔的白音 由樂國和鼓吹的傳統音樂 都是副家這點可以省鎖的 班音樂團跟共品是最主要 再來我們的儀式 我們的祈福的儀式一定會用客家化來祝壽 讓大家來一起祈福 所以在語言上 在文化上 在音樂上都表現出客家的風俗 所以是非常的客家 雖然市長安威鐵 立廣告電話向北公 這次的許願 以強調北公生的慶典 中心為一堂一堂 固定的時速 土地公的生日 本來就是民間重要的 這個 不管是宗教性上 或是文化上的重要慶典 但是由我們客家委員會來接辦 也是特別博具 特別的這個具有意義 去年第一屆 今年第二屆 我們也會持續推動 讓客家委員會 讓民俗 宗教能夠結合一體 土地公剛才是台灣人的信用執業 掲到請土地公為北公 也是掲到社會重要的時速 他會的成立競電 要讓大家更了解 在北公仔傳統民俗文化 他才能讓長生苦彩訪報道